歡迎來到日日超市 前兩天在大埔一田 發現到這一包東西 加拿大急凍熟雪腳蟹 454g 只不過是賣$79 怎會這麼便宜?會不會有福? 最棒是它左右兩邊的雪蟹 都是賣$100以上 那你還買? 整盒東西有你的手臂這麼大 蟹鉗蟹腳每樣都有些感 沒有擺盤可能是它最便宜的關鍵 就這樣看都蠻帥 怕吃不完解住一半凍試試 兩個小時後 偷吃完壽司飲完一罐Asahi 解凍終於完成了 一開球 就當然是拿隻最大的蟹腳試試它 頭尾都黑黑的 不知道中間位會是怎樣的呢? 剪走頭後 很簡單 只要反方向一噴再蚊 整條蟹筋就抽了出來 剪開看看裡面的肉 都叫做雪白動人 剪出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肉有少少散開 至於味道方面呢 不是就是雪蟹的味道 有鮮味 但是有很少很少的鹹味 想不到這個價位可以買到這個質素 OK 抵食 小姐 請問一下判斷 整包蟹油這個質素 就不是賣$79 至於黑媽媽的頭尾 剪開給大家看看 我試了是不適合人類食用的 放棄吧 四絲底 再開第二隻看看 咦 看來都頗不錯 面色紅潤我喜歡 還可以用筷子整塊夾出來 目測肉實崩崩 沒有表面傷痕 完全沒有破綻 看起來都頗不錯 老佛爺 試試味 好鮮甜 好吃 今次還有肉汁 完全是一隻正常的雪蟹腳 為什麼可以這麼划算 兩隻腳都可以 試試蟹蟹吧 蟹簪和蟹簪的位置 肉質有少少鬆散 但味道都是不錯 只是微鹹 沒有大問題 整包蟹總共有四隻蟹簪和蟹簪 全部OK 絕對可一戰 講完給大家知道 整包蟹腳裡面 有兩隻的質素是不行的 大家看看肉 很明顯是中了化骨年長 但它的味道其實都OK 是鹹了少少 和沒有肉吃的意思 還不夠 第二晚 我們當然是試試另外那半包蟹腳 一次過打開了 大家就一目了然 其實這群蟹腳都算是OK的 最不好的就是 越小的位置就會越鹹 這個蟹腳 要來煙黑就不好了 不過要來自肥 就真是值得玩的 79元有這個質素和味道 不過要留意 我們買的時候 有另一包更便宜 只是買五十多元 原因是它的真空包裝 已經漏氣了 這樣的情況真是買不下 疫情期間不夠錢去吃自助餐 買包便宜雪蟹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留家吃飯始終安全一點 我們都有幾個月沒有外出吃飯 還沒得拍攝 拍攝前半個小時 我開定一罐阿沙蟹 再用十五分鐘的時間 將半包雪蟹腳拆好 那蟹腳呢? 半包在那裡 不過要拍攝呢 一邊拍一邊吃 到最後便吃完 你說得很委屈 有沒有留給我 這些東西不能留 不新鮮 我們下次再說 來來 拜拜 拜拜 沒有留給我的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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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為 今天 我們下次見